你 你 你怎麼能甩在大少爺這兒 大少爺給你臉 你就不知道你是誰了嗎 你不明白 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嗎 你給我起來滾出去 鳳苗 甩的安蘇剛才疼暈了 他什麼都不知道 是我讓人把他踩到這兒的 你別動 剛上好的藥 大少爺 這不行 不行 這成何體統啊 我是梅家的管家 絕不能讓這個奴才壞了規矩啊 主子給臉 那是主子的恩典 奴才要是順著高往上爬 那就是給臉不要臉 嚷嚷什麼呢 老爺 二太太 老爺都怪我不好 讓這個奴才睡到了大少爺的床上 我這就叫人把他抬出去 好的 我都聽見了 這算什麼呢 鳳姐 你到梅家這麼多年了 你最該知道 梅家從來沒有看不起過下人 再說了 好 沙大憨粗 今天是替他主子挨的鞭子 按我說他就應該在這兒養傷 也讓他主子好好伺候伺候他 老爺 對對對 鳳娘 你看老爺都這麼說了 就讓他在這兒養傷吧 殺手 相得很粗哈 老爺 福掌櫃來過了 來過了 過兩個時辰給他上到八道上 明天早晨起來再閃一次 这可是咱梅家最好的精创药 从来不外传的 谢谢爹 你还不赶快给老爷磕头 少汉 凤姐 她 她还能磕头 谢谢老爷 没想到 跟主子出去这一年 还能说句整话 好好歇着吧 贤祖 你这脾气也太硬了 咋一走就是一年呢 你可惦记死二娘了 二娘 我对不起您 还没来得及给您请安呢 就被我爹绑到祠堂去了 不急 咱娘俩还有的是功夫说话 我来呀 就是看一眼傻大憨促 这奴才对你赤胆忠心 真是好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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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他叫娘呢 对对对 管他叫娘 我也听见了 三太太 三太太 站住 哪个也别想走 三太太 二太太找我有事 急事 凤达管家也让我出去办货呢 你们俩 老的我管不了 小的我也管不了嘛 敢跑 跑我就告诉老爷 把你们俩撵出没家了 波二姐这两天不得闲 我也替他管管家 说吧 你们刚才都嘀咕什么呢 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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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什么都没听见是吧 好 我这就跟老爷说去 说你们搬弄是非造谣编排主子 看老爷会不会把你们撵出没家去 三太太 不是我们说的 他们说的 我们就是跟着听他们 他们说什么了 我们不敢学 当我没听见是吧 说谁不是谁亲生的 谁又是谁的亲娘 行 不说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他我们说 我们说 说吧 我听着呢 说达少爷 不是大太太亲生的 不是他生的 哪来的 是他编里蹦出来的 说话呀 四个丫头 你说不说 嗯 我说 我说 等等等 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他厉害说 达少爷是老爷和凤大管家养的 老婆和凤大管家 这瞎话编得有点意思 起来滚吧 有点意思 一个人被打了 全家急得跟什么似的 当娘的一面没照 哪个当下人的 倒是寻思迷惑的 不会是真的吧 这个凤姐太不像话了 老爷 何出此言呢 你看看他对傻的酣粗 那是什么样的 老爷怎么这么说呢 凤姐是管家 他当然要站在管家的立场上 去管奴才了 傻的酣粗不是一般的奴才 有一件事家里没人知道 来 傻的酣粗是凤姐的亲生儿子 凤姐对梅家一片重心 贤祖挨打 他以死相护 可自己的儿子被打得皮开肉绽 他这 我倒真没看出来 凤姐对傻的酣粗 有半点娘亲的样子 当年凤姐到咱们梅家 当奶妈 把自己的男人和孩子 全抛下了 偏偏贤祖断奶瓦 都过了三岁了 除了凤姐的奶以外 她什么都不吃 我们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 挽留凤姐 让她留在咱们家 日子久了 她对贤祖有了感情 当自己亲儿子一样的疼 贤祖五岁那年 凤姐老家闹瘟疫 我听说了就让她回去 把家里人都接过来 咱有大药房 有药可吃 可正巧 赶上贤祖闹病 她死活不肯回去 她跟我说呀 她怕她自己染上瘟疫物 过给贤祖 过了些日子 我派人去她老家 一家的人全死光了 就剩下一个五岁的孩子 还不惊不傻 凤姐听说了以后 哭了半休 说这就是她的命 她要一辈子 陪着贤祖照顾贤祖 让我把那孩子 随便找给人家送出去 只要饿不死就成 我见那孩子又弱又瘦 哪能听她的呀 就把她留了下来 没想到长成人以后 就成了这么个大鸽子 后来的我就知道了 她陪贤祖读书 贤祖给她起的名字 傻大汗醋 也不知道贤祖和凤姐 是什么缘分 贤祖这个孽子 能碰上凤姐这么好的奶妈 又得到傻大汗醋 这么忠诚的奴才 这是咱梅家祖上积德了呀 对了 一会儿把凤姐叫来 我还有事跟你们两个交代 来了 二太太 老爷 您叫我 头上的伤要不要紧啊 没事 只要大少爷安然无恙 我就全好了 既然你心疼那个孽障 就帮我把它盯紧点 盯着大少爷 凤姐 你那么聪明的人 这撞了一下给撞糊涂了 你想啊 贤祖那是什么脾气啊 怕的是他不甘心 现在那个 那个什么牡丹 已经是马司令明媒正娶的太太了 只要是他接着闹下去 硬往马司令屋里钻 这可是既不好说又不好听啊 我明白了 老爷 你放心吧 我一定看住大少爷 咱家的大门我都不让他出 大叔 咸玉 来 让哥哥看看 来 又沉了 也长高了 多是个大孩子了 大哥哥 你想死我了 你不在家都没人跟我玩了 你走了这么长时间去哪了 我告诉你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 大哥我去当土匪了好了 土匪 当土匪可不好 谁说的 土匪都是英雄好汉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可是 爹 阿娘 我娘他们都说土匪是坏人 别听他们的 你小他们糊弄你呢 玄玉兄弟 你也是英雄好汉 什么 我也是英雄好汉 当然了 你今天要替哥哥挨家法 很了不起 哥哥很佩服你 可是我没替成 没替成 你也是英雄好汉 来 再抱一下 对了 大哥哥 给你这个 这是什么 这糖可好吃了 把冰冲好娘家给我吃 一天给我两个 我吃一个 你可以给大哥哥留着 我老怕怕你再不回来 到夏天糖就化了 尝尝可甜了 真甜 二少爷 二少爷 大哥哥 我得回去了 我偷偷跑来看你的 准是我娘找我了 我再不回去 娘又要骂丫头了 好 那你先回去 大哥哥 这个给你 好 糖的事别告诉别人 你还吃我还给你留 真是一帮废物 让你们看着二少爷读书 人跑哪聚了都不知道 饭都给你们白吃了 娘娘 我在这儿呢 娘娘 闲玉 你上哪儿去了 娘 我不赖他们 我只是上了个茅房 今天那书我都备完了 不信我背给娘听 不用了 备完了也别往外面跑啊 外面风大 万一要招了梁 明天又该头疼了 娘 放心 闲玉再也不往外跑了 上茅房又要跟娘说一声 天天好好问书 不让娘着急 真是我的好儿子 又会说话 又知道懂事疼人 好了 咱们进屋吧 娘儿厨房给你做的银耳汤 你最爱吃的 战刘 神 闭脑 神 闭脑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白 大当家的 药可不能停 每天早晚要按时服用 都挺妹子的 王姑娘 派去玉平的兄弟回来了 你爹王府安然无恙 太好了 大当家的 那我这就告辞了 现在下山天黑之前还能赶回玉平城 不行 不能让我妹子饿着肚子下山 吃完饭再走 这个时辰是黑龙山最美的时候 十五年前我路过黑龙山 那是一个早晨 我就再也走不动了 我就发誓 这辈子都不离开黑龙山 因为这美景 大哥就占山为王了 那倒不是 大哥那个时候整强好胜 爱打抱不平 有一天遇到一个恶霸 强强美女 我上去就把她给宰了 所以 上山当了土匪 如果不是这样 就被官府把我给砍了 妹子 你为什么要上山当匪呢 我之前不是跟大哥说过吗 那哪边我去过 我没听说有皇娘子神 远了 大哥走得还不够难 妹子 在我南弄赤匪呀 我听说赤匪那堆里的 姑娘特别多 是吗 听说过 没见过 妹子你就是吧 大哥说是就是 既然拜了靶子 一切听大哥的 好 既然听大哥的 那就留在黑龙山上 别走了 这个不行 你已经耽误了我的事 我跟人家打赌 帮人家办事 期限是五天 现在已经过了两天半了 好 你怎么不早说呢 还有妹子 你怎么不早说呢 什么事 跟大哥说 大哥带着兄弟们下山去帮你 不用 我要办的事 只有我自己能办成 那你是要嫁人吧 那新郎官在哪儿等你呢 要真是嫁人的话 新郎官不早就上山管你要人了 那你不嫁人做什么花轿啊 既然妹子不说 大哥就不问了 可是妹子 你救过大哥的命 这是大安大德 你总得让大哥为你做点什么吧 大哥 来日方长 有缘一定还会再见的 好妹子 大哥提醒你 那天不跑了一个当兵的吗 我派兄弟们到处去找 没有找到 如果这个人还活着 你去了玉萍 碰到这个人怎么办 大哥提醒的是 可是玉萍虽小 我也不站在大街上示众 哪那么巧就让她给碰上 那倒也是啊 吉人自有天相 妹子 走吧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大哥 照着你的吩咐 我派了几个可靠的弟兄 暗中护送红姑娘 保证她安全进程 其实 大哥你别怪我多岁 其实你就不该让她下山 老刘 人家是过客 哪有强流的道理 什么过客啊 你把她取了不就完了吗 能不能少说两句 大哥 我可都看了 你看她的眼神 和看别人的女人不一样 她看你的也有点意思 老刘 你能不能不胡说 人家妹子是我的救命恩人 要知根图报 那岂能妄想呢 王小洪终于回到了 阔别多年的玉品 其实在梦里 她经常光顾这座小城 穿街过下 寻找这世上她唯一的亲人 父亲王府 看着梅家大药坊 送入云端的牌楼 王小洪 兴奋不已 好 三五六九 还差一车啊 一队 两队 三队 再找几个火箭 把这个都卸了 司长卫 司长卫 有人找您 是乔病的吧 不是就坐堂先生吗 要是点名找我的 你让他先坐一会儿 我这忙完了就过去 不是乔病的 是个女的 指名道姓要找您 女的 她 她说她是您闺女 小洪 爹 真是你 除了我 谁还能管您叫爹 爹 您这两年还好吗 腿怎么样 阴天下雨还疼吗 我 你跟我来一下 行啊 爹 雷哥带你不坐 房子还这么宽圈 这几年你去哪儿了 爹 我说你这两年了 你看 女儿刚回来 你咋就扳着个脸呢 我问你话呢 那你给我个像模样 你这一年去哪儿了 爹 女儿不孝 这两年没给你写信 两年 三年半了 你怎么会在土匪山上啊 土匪山 哪儿的土匪山 黑龙山 我在黑龙山上亲眼看见了你 而且你还穿着新娘子的衣服 新娘子 爹 你肯定是看错了 你女儿我还是大姑娘呢 哪能穿新娘子的衣服 那个 爹 你这是怎么了 请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女儿一句都听不懂 那个真的不是你 哪个 黑龙山上哪个 当然不是 你想啊 你闺女我要是上了土匪山 还能下得来 爹 女儿不孝 虽然这三年半没给您写信 但是心里一直想着您 这不 大上海的工作我都不要了 就想回到玉萍来 跟爹在一起 伺候爹 爹 您就不能给我点笑模样啊 爹真是花了眼了 那个人长得太像你了 你们两个人说话都一模一样 你们两个人说话都一模一样 福掌柜 哪位 二太太给您送汤来了 亲自来的 啊 稍等 二太太来了 没家的二太太 好人 待会儿我叫你 你就出去拜见拜见 好 哎 二太太来了 不掌柜 听说你今天就到柜上了 老爷不是让你多歇几天吗 王府的身子全好了 更不敢耽误大药房的生意 也不敢劳家二太太亲自来给我送汤 这话说的 你这病不都是为了梅家 你上土匪山可替的是我 今天正好厨房给老爷 炖了补气羊血的汤 我想着对你也好 就给你送来一碗 快给福掌柜端到屋里去 是 多谢二太太 好 那没事 我就先走了 福掌柜 你还是多歇着 让病好利索了 千万别落下什么病根 二太太 请留步 还有什么事吗 小女王小红从上海回到了玉品 我想让她拜见一下二太太 小红 小红 来来来 来 这是梅家的二太太 给二太太行个礼 二太太好 你闺女儿 不想了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 走吧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人家父女好不容易相见 别耽误人家说话 这个二太太架子也太大了吧 爹 你还说她是好人 看着一点都不像 不许你胡说 你记住 你记住 二太太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我又不给梅家当掌柜的 我犯得着 记这个 骗子 骗子 骗了我几十年 你去 来 来 来 二太太 您怎么了 我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 连杯子都拿不住 要不要请姥爷来 给您把把卖 不用 头上见姥爷 要对大少爷动家法 着了点急 没事 二太太 晚饭好了 老爷请您去呢 我有点不舒服 去回老爷 我就不吃了 是 小红 你干吗去 我出去逛逛 我刚跟火鸡打了招呼 走 跟爹下馆子去 爹 你看 这么多客人在 您就不占柜了 不能因为闺女回来了 就耽误了做买卖 您别忘了 您可是没家大药房的掌柜 没老爷那么器重您 这样不好 这闺女倒是蛮懂事的啊 爹 我还不太饿 好饭不怕晚 我有些年头没回玉瓶了 我想出去逛逛 顺便啊 想想哪家馆子最好 爹 请闺女下馆子 你可得多带钱 这个臭丫头 五百年 求神不挂谢天机 瞎死旁天错熊鸡 瞎死旁天 断氏不可逆 便通方式道 看到这句诗 就能找到建议你的同志 瞎死旁天错熊鸡 上之 算是 先生 起个挂 所求何事啊 因缘 铁链与索湖周 你还没起挂呢 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何须起挂 对不起,我路上出了点差错,耽搁了两天 你可急死我了 徐庭 我的瓜小姐满意吗 如果满意,请看着赏点 赏 你不是说土匪绝不会抢花椒吗 怎么会出了这么大差错 我怎么知道,那个梅家大少爷是个混世魔王 他竟然挑唆土匪去坏祖宗的规矩 你太大意了 不光是大意,你这就是自以为是 徐班长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自以为是政委说的 我小洪同志 你怎么就能相信土匪会守规矩呢 那守规矩的能许当土匪 行了行了,不许哭鼻子啊 谁哭鼻子了 我又没有做错事 有喝,那是我错了 我没说你错 你怎么到玉萍来了 坐下说 你不是向政委保证 五天之内搞到药品吗 你走以后,政委找我谈话 说你最大的弱点 就是自以为是,容易冒险 让我来配合你 主要是保护你 我也真够倒霉的了 我向政委保证了五天 可现在已经第三天了 我才到玉萍 政委特别让我转告你 革命是要讲究策略的 有时候退,就是禁 搞药品这个任务很艰巨 不是儿戏 你不要总想着五天的期限了 什么时候能搞到药品 哪怕数量再小 对根据地都是直观重要的 可是我不能退 五天之内我弄到药品 政委就会批准我入党 政委什么时候答应你的 王小洪同志 那天我可在场 可是他也没说不答应 我王小洪五天之内弄到药品 他就应该发展我入党 你怎么那么爱说我王小洪 政委没批评过你吗 这是严重的个人主义 我不管 我已经见到我爹了 兴许,明天我就能弄到药品 闺女啊,你瘦了 这外面的饭菜不如老家的好吃吧 可不嘛 我离开玉萍十年 都快忘了家仙的菜是什么味道的 四年 我四年没见你了 四年前在省城见了一面 可就待了两天 我劝爹给我回上海 可贴死活放不下大掌柜这份差 这回倒好 害得女儿大上海的医生当务成 就只能回玉萍陪您老人家了 团圆了,团圆了 一家人团圆了 爹说得对 虽然就咱们俩 但咱们俩也是一家子 闺女 有啥想法 爹托人帮你找个好人家 我可不想那么早嫁人 爹,您费尽千辛万苦跟我读书 就想让我找婆家呀 那闺女大了总得找个婆家 你读了再多的书那也得嫁人啊 告诉你 爹给你攒足了嫁妆了 我不要爹的嫁妆 我要自己证 爹,来的路上我认识了一个人 他是做药材买卖的 那出货的门路可好了,价钱又高 我想 爹通过梅家大药房 帮我周转点药品 我准能大转一个 你这个丫头 大帅派来的人说 周边几个县城都发现了赤匪派出来的人 搞药材的 这种文件发在咱们这儿有用吗 上个月 老子刚刚抓了四个搞药材的赤匪 也砍了他们的脑袋 赤匪还敢来 我看是不敢 所以跑到附近几个县城去了 那也不能大意 要是真让是非从玉萍搞走了药材 传到大帅那儿去 人就丢大了 明白 尝,延尝,细尝 不管是到玉萍来走亲戚的 还是做买卖的 给我好好的尝 吃 快 小红,你过来 爹 你跟爹说实话 你这到底在干什么 爹,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我想周转这些药品给自己正嫁妆 爹,从小在药房里学徒 郎中也干了三十年了 虽然这上面是西药 这药是干什么用的 你爹我清楚 爹,你还是不清楚的好 你不会是 你不会是当吃匪吧你 那可是吃人肉,喝人血 不分公母的怪物 天下还有这种怪物 不分公母的 我可没见过 爹 无论谁需要这批药品 都是为了治疗病人 能够帮助别人治疗病人的 就是积德行善的事 我帮不了你 你捣动这些东西 要是让马戎马司令知道了 那是要掉脑袋的 爹,您这不光是帮我 这些药可以帮助很多人 有无数条生命正等着这些药呢 你就是吃肥 我可告诉你啊 马戎马司令上个月 刚刚砍了四个 那脑袋掉在地上 满街乱滚 你爹我亲眼看见他 你爹我安分守己的一辈子 从来没有干过出格的事 更不用提这种事情 我帮不了你 也不允许你干 你从今天开始 你在家好好待着 明天我就找个没人 跟你说个人家 爹 不顺利 我爹他不肯帮我 我已经把你安全到达玉冰的消息 回不回郑伟了 郑伟很欣慰 希望你首先注意安全 只要能搞到药品 不惜长期欠缚 可是明天就是第五天了 你别总想着期限 根据你派出来的多个刑警小组 全部失离了 多命同志被捕 你还安全 就已经是很大的胜利 快 给我挨家挨户的刺 快走 他们在这儿上 先想办法在玉冰罗下降来 好 都仔细了 让你待在屋里怎么又跑出去了 爹不是着急给我找婆家吗 不敢劳烦爹 女儿自己出去找了 你胡说什么呀你 整个玉冰我跑了一大圈 大户人家没几个 就玉家看上去还有模有样的 爹 玉家有少爷吗 你疯了你 这种话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啊你 爹 有没有吗 我不管 我要嫁 就嫁大户人家当少奶奶 普通人家我可不嫁 比玉家家业小的 您就别想了 你这脑子里头装的些什么东西啊 我早知道你有这种想法 当初我就不该送你到上海去读书 爹 你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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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敢说 你是个姑娘家 我是在大上海读过西医大学的姑娘 哪能像您说的那样 随便就找个婆家家了 那就是这样的人 只剩下期见 你这么晚最早就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确保 记得下来 你怎么回事 那你 скаж为什么 你怎么回事 你像我这种想法 你为什么回事 你为什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